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来到重庆市消防支援局特勤支队南平东路站 实地体验一下特勤兼兵们的日常训练科目 就还好 就有点高 队员需要提两盘重30斤的水袋 然后背上一个重30斤的空气呼吸器 穿戴全套的灭火防护壶登上10楼 这个考验的是在高层建筑着火的时候 消防员能够更快或更安全地到达夺火点 然后进行灭火 及格限制两分半 绳索救援项目主要用于三月救助或有落差的空间救援 绳索救援要求个人数字较高 个人心理数字也要好 还有个人对器材的掌握要熟悉 这个项目主要考验的就是消防员的稳定性和精准破拆 这个扩张器能产生5吨的力 能精准的把一个乒乓球加起来是需要很精准的力量的 它现在经过体验个几个项目之后 跟我们平时训练一样 训练过后再来体验这个项目的话 就是很费力的 因为它对整个手臂的力量要求很高 还不错 刚才体验了一下咱们这个水枪 水枪的话 其实我觉得它的技巧是更重要 因为它这个水压非常大 这个水管也非常的硬 又滑又硬 所以说压起来的时候确实比较吃力 所以自觉的我这个身材确实占了一定的一件事 今天我们体验了负重灯楼 绳索救援 攻坚技巧 确实觉得非常辛苦 很多时候眼睛会了 身体却做不标准 达不到要求 今天整整一天 我们体验了这么多项目 确实觉得咱们消防员非常辛苦 对 消防员确实还是非常辛苦的 你们今天体验的项目只是我们平常训练的一小部分 我们占现有指战员63人 平均年龄都在28岁左右 虽然他们的年龄不大 但是大多数都经历过上千次救援 少的也有百余次 我们平时苦练专业计算术本领 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刻能够快一秒 再快一秒 让被馈主多一份深的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